与郁达夫 周作人先生 名其书斋约苦雨 恰正于东坡的西雨亭名相反 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洗 因其难得之故 像今年那么大的水灾 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 我们应该责备制和的人 不事先预防 知晓得糊涂糖色 虚迷果糖 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 但就目前 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 方觉有趣 生之于死 喜之于悲 都是如此 推及天时 又何尝不染 无语哪能见情之可爱 没有夜 没有夜也将看不出 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 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 但春日明蒙 花枝枯竭的时候 得几点微雨 又是一味多么可爱的事情 小楼一夜听春雨 杏花春雨江南 天街细雨润如酥 从前的诗人 早就先我说过了 夏天的雨 可以杀暑 可以润河 它的价值的大 更可以不必再说 而秋雨的飞微凄冷 又是别一种境地 昔人所谓 雨到深秋一座灵 潇潇难会此时新的诗句 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 至于秋女士的 秋风秋雨仇煞人的一声长叹 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词 人自愁耳 何观雨事 三东的寒雨 爱的人恐怕不多 但将观艳声来渺渺 灯昏宫漏 听沉沉的妙处 若非身立其境者 绝领悟不到 记得曾冰谷曾以诗品中 语名诗 叫做《赏羽毛屋斋》诗集 它的诗境如何 我不晓得 但赏羽毛屋这四个字 真是多么的有趣 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 正当苍山寒气深 高陵双叶熙的时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赏羽毛屋斐属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